玻璃木墙的擦窗机器又大又重 真能吸在百米高的大厦上 安全操作吗 用机器吸附地砖 震动 找瓶 夯实 它能否完成铺砖工作 究竟是怎样的设计 让吸盘产生巨大魔力 敬请收看我爱发明魔力吸盘 现代社会 玻璃木墙 作为一种美观新颖的建筑墙体装饰方法 受到人们的广泛推崇 然而 这种木墙的玻璃材质 却很容易沾染灰尘 刮风下雨 都可能会在其表面留下污渍 要想经常保持玻璃木墙的美观 就需要定期对齐进行清洗 但是一般的玻璃木墙的高度 都在几十米以上 那么要如何进行清理呢 一般来说 人工在进行高空作业之前 会先在楼顶 进行安全绳的准备工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包括主绳和腹绳 这些都是作业安全的保障 系上安全绳 工人师傅 就要从百米高空 开始向下清洗了 可是高空作业 工人师傅 一边要擦窗 一边还要兼顾自身 向下移动 看着都让人胆战心惊 这样一项危险的工作 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代替呢 我们联络了一位擦窗机器制作者 刘昌真 看看他能不能解决高空擦窗的难题 我是在网上看见您去研发了一个 这个高空木墙清洗的一个机器人 是吧 是的 能让我看一下吗 行 没问题 这个是您的那个机器是吗 是的 哇 这么大呀 这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啊 哇 也挺沉的吧这个 大概60公斤左右吧 这么重啊 对 这个在玻璃上这能吸得住吗 可以 没有问题 不会把这个玻璃咱们弄碎 或者是毁坏了吧 不会不会不会 咱们这场玻璃幕强化 它都有定的 这样一个抗风性 抗压性 所以说应该是比较结实 没问题 刘昌真制作的木墙清洗机器人 由行走机构和清洗机构组成 机器人采用框架式结构设计 整机分为外框架和上下运动平台 两个部分 两部分分别装有吸盘组 当外框架吸附时候 五感气缸可以实现运动平台 上下带动刮板刮洗木墙 而当运动平台吸附时候 五感气缸可以实现外框架上下运动 即实现自动攀爬运动 利用这种吸盘组交替吸附的方式 机器人能够实现自动攀爬和清洗木墙的功能 我觉得这玻璃还比较小 不能让它施展得很好 咱们要不找一个实际的玻璃幕墙 咱们实地测试一下 先那没问题 那我们找个地方去测试一下吧 行 好嘞 测试开始了 随着吸盘的交替运动 机器人开始逐渐向上攀爬 然而六米的高度 机器人一步一停 速度别提有多慢了 刘昌真拿着遥控器 忙得不可开交 编导也看着 有些着急 我看它这个是挺慢的 你按一下它动一下 你不按它就不动 是的 这个的话 那你就等于说 它的每一步操作 都对你这个手掌控制是吗 对 就因为我们现在为了保障安全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操作 对对 但是我觉得这个 感觉有一点点小麻烦 因为我觉得 想说咱们要是高层 你想这样是100米的话 这个在顶上 你也看不到那么远 你这一步每一步 你这就不好操作了呀 对对对 这个后期我们还要 改进一下吧 真的确实是 要不太麻烦了 我看你这按一下 是要动一下 是的 好不容易 机器人才爬到了 一块玻璃的顶端 为了节省时间 我们决定缩小清洗范围 只针对这一整块玻璃 进行清洗 从玻璃内侧可以看到 运动平台上的黑色喷头 将水拱在玻璃上 花板在上下运动的 的过程中 将玻璃上的污渍和水 全部刮掉 清洗的效果 看起来还算不错 测试即将结束 然而就在这时 更惊险的一幕出现了 我的妈呀 我的天 您这怎么掉下来了 这可能是因为 可能因为那个 这个踩到胶缝了 估计有可能 然后没有吸住 然后机身又太沉了 所以说整个呢 就整个就掉下来 有可能是 那您这不行啊 这个胶缝难免踩到 咱这要是高空的话 你看它就上面 一个这个安全绳 万一咱们就发生断裂 这挺恐怖的 这就是有问题 高空清洗难度很大 作业环境 天气情况 都可能会对机器 造成影响 安全性是最需要重视的问题 如果这样一台 重达60公斤的机器人 出现事故 坠落下来 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发明人刘昌真 也深知问题的严重性 刘昌真认为 机器的问题主要在于 一 体积太大 行走不便 二 吸盘交替式行走不牢靠 容易掉落 针对这两个问题 刘昌真进行了改进 改进后的机器 外形小巧更加轻便 行走也更为灵活 机器上设计了两个寒道风扇 使其可以直接吸附在玻璃表面 稳定性更高 不易掉落 并且改变了 吸盘交替吸附的行走方式 采用轮式行走 使机器人能够向各个方向连续移动 增加了作业的灵活性 也大大提高了作业的效率 另外 在机器上增加了一组清洁刷 增强了总体的清洁效果 手中的遥控器也增加了远程控制的功能 之前测试的失败 主要使机器吸盘的吸附力和稳定性不够 这一次的测试 我们直接增加了难度 将机器人倒挂在玻璃上 这个点子听起来不错 它会不会在行走的途中掉落下来呢 我们拭目以待吧 那我们现在测试一下 咱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吸附能力 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玻璃 目前这种大厦呀 它不都是那种竖直的 它这各种各样的 有很多是倾斜面的是吧 对对对 行 那我就在这搭了一个台子 红着放了一个这个玻璃板 然后一会儿 您这个机器可能要倒着从这走过去 您这能吸住吗 应该没问题 应该没问题 那咱们试一试行吗 行 好的 好 咱们试一下 180度倒挂在玻璃板上 吸住已经不容易 还要不断向前行走 它能通过吗 这机器人的重量在20公斤左右 行走的过程中 还要克服引力的作用 可以说难度非常大 然而寒道风机的作用 将它稳稳地吸附在玻璃板上 轮式行走使它更加灵活 通过玻璃接缝时 也毫不费力 随后刘昌珍又找来了一位 体重160斤的同事 吊在倒挂着的机器人上 机器人仍然牢牢地吸附在玻璃表面 看来这个测试顺利通过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 它的清洁能力如何 是否如刘工所说 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呢 为了增加测试难度 我们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更艰难的环境 机器人能够顺利清洗掉这些污渍吗 那我现在人为地给您制造了一个 非常脏的一个玻璃木墙 就是模拟我们这个开荒的一个项目 测试开始了 我们看到这个小家伙迅速地展开了行动 这块玻璃的作业难度 要远远高于平常 它能清洁干净吗 底部的一排喷头同时喷水 水量要远远大于之前 接着与之配合的一排小刷子 不停地转动 对污渍进行强力的清洁 最后上下两排刮板 将玻璃彻底刮洗干净 这个清洗完了是吧 我看一下 这个是咱们之前没有清洗的玻璃 这个是咱们清洗过的 现在看来的话 这个比较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这个清洗的是挺干净的 几个模拟测试全部顺利完成 这给刘工增添了不少信心 他找到了大厦负责人 提出要与传统人工进行一场比试 看看 机器究竟在实战中 能否代替人工 那今天咱们就在这儿进行一场测试 咱们后面这个玻璃幕墙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比赛场地 然后咱们这个一共是八行 咱们机器队四行 咱们人工队四行 最后看谁先完成任务 并且这个效果能够得到认可 最后请我们这个杨总 来进行这个效果的一个重探可以吗 可以 那我今天要重申一下说咱们的这个安全问题 因为这是高空作业是比较危险的 所以大家不要说一味的图速度 肯定要说保证安全第一的前提之下 咱们保证就正常的作业状态就可以 行 这座木墙的高度超过百米 可以说对今天的比赛双方都是不小的挑战 那咱们楼上的人工师傅 人工师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嘞那咱们准备开始 比赛开始了 机器人和人工队同时从楼顶开始了清洗工作 省去了爬行步骤的机器人 稳稳地吸附在玻璃表面 迅速地展开行动 比上次方便了许多 也节省了不少时间 刘工手中的遥控器 是机器人作业的关键 他丝毫不敢分神 上面那个风啊什么会有影响吗 不会有影响 这应该没问题 机器人的运行还算稳定 速度也超过了人工队 这让几位工人师傅倍感压力 但是高空作业危险性很大 即使心里在着急 他们也不敢贸然加快速度 毕竟安全是第一位的嘛 更何况他们的手法已经相当纯熟 这个作业速度对于人工来说 已经很快了 我们的比赛吸引了许多路人 他们纷纷驻足为观 究竟在他们的眼中 更看好哪一队的表现呢 我们来听一听 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两种吸引方式你比较倾向于哪一种 机器人 为什么呢 第一安全 安全是机位 第二我觉得像比如说这种电气大热电 机器又不怕晒 人的话肯定也怕晒 那肯定的机器在机器它很安全 那人工的话就是胆大的它还赶上去 胆小的它肯定不赶上去 看来大家都是基于安全上的考虑 而更加倾向于机器的操作 的确 如果既能够保障安全 又能够将玻璃高效地清洗干净 那就两全其美吧 那是你下来了 下来了 都洗完了四趟是吗 是的 可以 行好累咱们的测试结束了 师傅下来吧 停慢 怎么样师傅 您这累吗 快了有点累 有点累啊 快了有点累是吗 慢一点的话没那么累 你觉得它这机器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觉得跟咱人工比呢 你觉得它得快还咱的快 就是说人工嘛 就是比较累一点 那个比较轻松一点 更轻松一点 那咱们今天这个测试就结束了 咱们这个速度上的话 还是咱们那个机器快了 然后那质量就得请杨总 您那边来检测一下了 行 怎么样您觉得 这个这么看 这个时效上的质量上 应该差不多 您认可 我应该说认可 应该说认可 刘昌真制作的擦窗机器人 美观大方 清洁力强 尤其超强吸盘的吸附能力 更是让人用得放心 那么接下来登场的 也是一个与吸盘有关的项目 进行房屋装修时 我们通常会选择使用瓷砖 作为房屋地面的装饰 目前在现有的技术中 贴砖工作大多是采用人工来完成 人工贴砖比较常见的方式 是将沙子和水泥 按照三比一的比例混合 对入少量的水 铺在地上作为垫层 然后将磨好水泥的瓷砖 平放到地面上 用橡皮锤敲实找平 整个过程十分复杂 且对工人的技术要求很高 不仅要求铺贴平整 且砖与砖之间的缝隙 不能大于两毫米 为了保证使用寿命 砖也必须压实 这些都给工人师傅的操作 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为了保证地砖铺贴的质量 一米乘一米的地砖 按照一个人一天铺15平米来算 一间100平米的房子 两个人至少要铺三天 更为尴尬的是 资历老经验丰富的师傅 大多年龄大 体力不足 年轻人的技术又很难过关 那么有没有一台机器 能够代替人工呢 来自沈阳的谢方生 一直从事工程机械研发的工作 他制作了一种智能地砖机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真是这样的吗 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这个就是您研发的地砖机 对 这就是 哇 看着好小啊 不大不大 这个说实话跟我想象中不一样 那我能拿下来看一看吗 可以拿看一下 哎呦 您得够重呢 7.4公斤 15斤重呢 15斤呢 对 哇 您这个 这后面是什么呀 这是 这个后面是吸盘 这是吸附那个地砖 或者是我们那个提拉地砖用的 那您这个是怎么去贴这个磁砖的呢 把手拉开的时候呢 它这个开关 震动器就工作了 然后就可以把地砖给它震平 哦 它主要就是说 是依靠这个震动器 来把这个地砖给它贴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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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方生发明的智能贴砖机 长宽均为25厘米 机身重7.4千克 包括机座 第一把手 第二把手 以及中央震动器 其中机座 由十字形的本体 和四个吸盘构成 在使用贴砖装置时 可让四个吸盘紧贴在磁砖表面 然后双手分别握住 两个把手展开 此时四个吸盘 均会紧紧吸附在磁砖表面 在磁砖内侧贴好水泥后 便可将磁砖贴在地面上 打开机器 手动操作 使机器产生均匀震动 排空磁砖内的空气 将磁砖压实 机器的性能究竟如何 我们首先对它的吸附能力 进行测试 提着很不好找角度 机器的振动频率和力度 与人手相比 究竟差别有多大呢 我们做一个测试 来看一看 可以看到 六杯水分别有了 不同程度的振动 这样的振动频率和力度 与机器相比 有多大的差别呢 您的水全洒了 这水杯都被您给震下去了 哎呦喂 什么呀 确实是这个超过我的想象 但是我觉得呢 咱们这个机器性能究竟怎么样 咱们还得实际去看一看 我们可以到现场试一下 第二天一早 编导带着谢芳生 来到一处工地 找到工地现场的少工 然而当少工 看到我们拿着的机器时 提出了质疑 这个东西能行吗 可以了 可以 是吗 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来试一下 可以可以 我可以提给你看一下 好好好 可以玩 好不好 试一下看看 第一次拿到实地去测试 谢芳是既紧张又兴奋 但是他对自己的机器充满自信 一边操作 还一边给少工 讲解机器的用法 你先看 放到中印吧 打开 然后你按一下 把它切住 按一下 这个刀也可以 这么简单吗 可以很快下去 机器开始工作了 大家都紧张地关注着 可没过多久 少工就发现了问题 这个也不动 这个 看不出动 你让你看 原来机器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砖却丝毫没有压下去 仔细看 还远远高于周围的地砖 这一下 可把解方升级坏了 它用力下压把授 不断地将机器前后移动 可却依旧没什么效果 第一次的失败 让谢方升有些气馁 可他并没有放弃 回到工作室 谢方升就立刻展开 对机器的改建 谢方升认为 机器的主要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下压力度不够 另一个则是面对 复杂的地面情况 自动感应的精准度不够 那么要如何改进呢 为了设计一款 能够分别调节频率的软件 它花费了近一年的时间 深入学习编程 然后在机器上 不诸实践 一点一点的设计 测试修改 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 新的智能地砖机 做出来了 这个我们采用了 四部高频震动器 就这四个是吧 对 我们那个磁砖的 某一个角的话 要是那个贴不平的情况下 只有启动一部 高频震动器可以了 余下的三款都不工作了 新一代智能贴砖机 采用了铭合金材质 使整体更加轻便 并且在机器内部 增加了超频系统 按有四部高频震动器 每部震动器 可以单独控制地砖的 对应角的平整度 四角独立感应 可以任意来调节 震动的强度和频率 有效地提高了 贴砖的找频效果 究竟这样的设计实不实用 我们做了一个模拟测试 测试时发现 机器贴的砖 无论水平度 还是水泥的密室程度 都还不错 写方生也因此而信心大增 再一次找到了少公 为了能够得到展示的机会 他自备场地物料 以及人工费 邀请少公前来比赛 看在谢方生诚意满满 少公也答应 给他半天时间 来参与这场比赛 好 那咱们今天呢 就在这儿进行一场比赛 咱们谢公四个人 对咱们少公八个人 咱们一会儿呢 就是比赛双方各有 专四十块 咱们看哪边先贴完 写这个质量合格 哪边获胜 好吗 好好 好 没问题是吧 谢公我看您今天 这是四个人啊 对 您这个数量上 跟人家一比二 这个比较少啊 怎么样有压力吗 没有压力 没压力 咱们的机器很快了 很快是吧 对对对 那您这个今天 打算怎么贴呢 我们两位操作机器 他们两位辅助我们两个 咱们咱们人工队啊 您这边的话 今天来的都是老师傅吗 对对对 那大家觉得今天 跟这机器比的话 有没有新型赢 有 都准备好了吗 双方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好嘞 三 二 一 开始 开始 口令一下 大家纷纷开始行动 人工队的几位师傅 常在一起合作 配合默契 对水 半徽 拉线 各有专人负责 十分钟不到 就把准备工作 全部做好了 相比之下 机器队这边 就显得有些吃力 本来人手就少 大家还都是搞机械的 对瓦工活一窍不通 做起来速度相当慢了 这不 机器队的底灰还没弄好 人工队的砖 都已经铺上好几块了 又过了十分钟 机器队的第一块砖 终于铺上了 在那个第一 机器队 大器理艺 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十块都铺完了 行 好了 比赛结束了 大家停吧 咱们过来看一下质量 工队现在还差几块 还有五块 还有五块 没铺完 没有 直接完成的 那今天咱们这个速度上 我就宣布是咱们机器队获胜了 速度上毫无疑问 那么机器作业的质量是否合格呢 平整多也行 那咱们等于说平整多这个过关了 关键是棉灰面积 怎么样呢 要起开了啊 造型的准备了没 做好了 做好了 好 看一看这一块 这个直接没问题 怎么样 这个还有问题吗 直接没问题 那您来说一说 咱们这个质量上谁更好一点 从这个质量和速度上 还是机器队快一些 好一些 好一些 对对对 您这边算是服气了 服了服了 确实服了 确实服了 行 那咱们就这样 那我就宣布今天咱们的比赛结果 机器队获胜了 谢方生制作的平铺地砖机 节约了施工时间 减轻了工人在工作时的腰部压力 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